你想吃茄子烏冬吗? 是 英国这些矮瓜皮很硬 但Hailey不喜欢吃这个,我不管它 今天是星期日 我和Hailey 和 YM 出来超级市场 待会打算煮个下午给Hailey 吃 Hailey 你今天想吃什么? 茄子烏冬 你想吃茄子烏冬吗? 是 好,我们现在进去超市买 哇,茄子 其实一个就够了 真的吗? 一个就够了,很多的了 不是太小吗? 不会了,够了,午餐就一个够了 很漂亮,它是69P 爸爸,这里是烏冬吗? 对啊,这里是烏冬 一磅,这包烏冬,我们两个够了 够了,一包够了 一磅 一磅 现在我们去找什么? 最重点? 蹄鱼 很像咸鱼 因为这个是宋的灵魂所在 一定要选 Enchophy 这个蹄鱼 卖着便宜便宜 有点便宜 买一磅的便宜 这么大桌子也是磅 可以带到虾鱼 但味道很像咸鱼 其实也可以接受 没有咸鱼,就可以吃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鸡肉、茄子、蹄鱼炒烏冬 材料有 鸡肉、茄子、蹄鱼和烏冬 现在我们先切鸡肉 因为我们放两个烏冬 我可以多一点肉 我就不留了 切两个,我切片 切薄一点就容易熟一点 之前我应该有说过 英国这些鸡胸是 很好吃的 很爽的 不会很韌 很干,很柴 不像巴西那些 当然没有鸡肉 但也不差 现在切完了 这里有些生粉、糖、醬油 拌匀 一次过 然后先腌一下鸡肉 加入底味 如果腌好了 就可以 接着再做一下 几个步骤 拌匀之后 如果可以腌匀 腌匀 再加一点油 不太多 因为待会煎茄子 茄子都很好吃 OK 腌好了 现在到这个 鸡鱼 不用全部放入一瓶 你预计 两个乌冬分量 可以放四个 四条 很够味 如果你喜欢吃咸 可以放多一条 它的味道 有少少像鲜鱼 这边 如果你没有中超 或者你买不到 你也可以用这个 这里应该有两三条 这边 记得不用放入冰箱 如果放入冰箱 它就瓶了 下一次就很难拿出来用 那 OK 用匙匙去刷散 它 好像咸鱼蓉 那样 你认为足够就可以了 我现在做到这样 备用的 放在一边 然后我们准备了 汁 糖 不用太多 蚝油 一汤匙都可以 因为鸡鱼有点咸味 然后加一点生抽 如果你想喜欢的色 比较浓一点 那你还可以加一些老抽 那我们也好 加一点老抽 OK 这样就 接着呢 如果这个汁 混合药 可以加一点水 因为一会要炆一炆 炆一炆 炆一炆 那我们再拌均匀 OK 英国这些矮瓜 它就很 皮很硬 我试过一次吃 那时候 第一次来 没有批皮 那直接整条吃 那 就 就是 那些皮连在皮吃 就很硬 不好吃的 那我们就先批皮 那这个一做完 就立刻要做下一个步骤 如果不是 那些矮瓜 就会变色 很容易 那我们批完 就会切一条条 一开二 然后切长条 粗幼自己定 就是 如果这些这么大条 那你认为 粗粗的 那再开二 这里开 就是没有限定的 其实自己喜欢的 OK 搞定了 接着放上碟 接着呢 就 开定火 那我们就煎茄子 那有些葱 现在呢 就切些葱段 就是整色整水的 这些就 就是 上桌就漂亮点 就是 喜欢吃葱的 OK的 有些人不喜欢吃葱 可以不放也行 不过英国的葱 都挺好吃的 甜甜的 那我 发觉冰箱有一个红葱头 那就不要浪费了 我放了好像都整 几天 那就切进去 如果你有就可以放 没有呢 就可以用 洋葱也可以的 就是多一个口感 OK 搞定了 那我们先放在旁边 那好了 现在呢 烧红的锅了 我放些油 其实真的不要放那么多 因为你放多少呢 它都会吸干你的 即是 放多少都没用 除非你炸的 那我们就放些葱瓜 先鲜到金黄色 如果这个菜 你吃得辣 你就可以放些豆瓣醬 那Haley就不能吃得辣 那我们就这样做 那我们就这样做 煎到它 金黄色 慢慢煎 现在呢 煮到这个 差不多了 凍凍的 我们先拌起它 那我们刚才呢 现在煎完那个 这个 这个烏冬呢 我就灑一灑它 那就散一点 待会 炆的时候 就会好一点 因为呢 它始终英国买这些 它的味道 是有少少酸酸的 但它又不是坏了 那我都通常呢 吃烏冬呢 我都会先出一出水 那其实呢 很简单 它呢 又不用特意要去煮的 好像帮它沖了凉 那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 就可以 拿起它 那好了 现在下一个步骤了 那 那 先煎了些鸡 少少油 那其实最近呢 都 挺忙的 因为呢 很多东西要搞的 搞一间屋的东西 和去看一下新屋 那 遲些就会拍一些片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买了那间屋是怎样的 那 那其实这个煎香去呢 就OK的了 其实煎到它的表面 白白的呢 就不是 生肉的色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待会 还不会炆它 如果现在你煎到它 过了火位呢 那待会呢 炆的时候呢 就老了就不好吃了 即是辣过去的表面 香香的就可以了 那我呢 我呢 现在就 我猜它只有三四成熟 我就要关火了 现在呢 就 烧红锅 下少少油 不要太多了 真的 接着呢 我们就下了些红葱头 先 洋葱都可以的 那其实 先炒香它 因为这个火呢 这边这个 就会比较弱一点 平时我用里面的 就会强一点 但是那边就拍不到片 刚刚顶着了 那就不要紧了 那就炒香这个 先 那如果可以呢 就加上 少少蒜 蒜蓉 然后刚刚那些蹄鱼 放下去炒香它 反而它又不够火也好 让它不要那么容易焦 容易焦 容易焦 那如果你闻到一些香味 那就证明得 那就可以 加上茄子 再炒香菜 不太多了 再炒香菜 然后呢 就刚刚那些鸡肉 都倒入 再加上去 那我们呢 有个汁的 就搅匀 再加上去 那你试味吧 如果是不够咸的呢 待會沸起了 就先试味 因為剛才我有加粟粉 我看看稍然稍稍稍稍稍稍加熱 我先等它沸騰 看看顏色足夠不夠 如果吃得辣的 再加些豆瓣醬是一定比較好吃的 而且顏色會比較漂亮 之後我們可以加上烏冬 先前煮過的 加一匙匙去沾一下 看看有否夠湯汁 還有試味,如果不夠醬汁 就可以加多一點蠔油 如果健康一點,不吃太鹹 還有不想太多醬汁,其實現在我就覺得可以 由它滾一下 還有蔥段都放進去 不過Hailey不喜歡吃這個,我不管它 這裏就夠三個人吃 想顏色更漂亮,加少許老抽 好像更漂亮一點 好,可以試味 嗯,一流 我們上碟,吃飯 OK,就是這樣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雞肉茄子蹄魚炒烏冬 你最喜歡吃這個茄子的,試一下 好不好吃?Hailey,試了 好好吃 試一下烏冬 蛋圈 好好吃 好吃嗎?你喜歡吃這個菜 對嗎? 嗯 嗯,好吧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喜歡,分享,訂閱和留言 我們在吃這個影片 其實我們要給大家看 你們看 多遠一點 你們看 我們一起看 我們到這邊 我們要看 我們要不給你 我們不要再會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哪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